A-chain 就是每一次就要來跟大家推薦一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這部是一個台灣的漢畫家畫的 他有在網路上編載 如果你搜尋大神小樹就可以在facebook上找到 那我覺得就是這一部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小文漫畫 那他就是主要在講一些人 城市從大大小小的上班族啊 清潔工啊 一個父親啊 一個母親啊 有一些小小的故事 就很貼近大家的生活 而且這個作者畫的工作我很喜歡 那他也有出甘情給我們自己偷看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開facebook上都有免費的連載機可以去看看 就是說一大堆小的給我看到 那我記得我當初在看的時候 好像才三千多個讚馬上的facebook 那時候我就去逛從人場 然後就逛一逛逛一逛 然後他就發一個好像類似影片的東西給我 然後他說網上編載文漢畫完之後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就哇 超好看的 然後我就開始追蹤他的facebook 然後後來也趁著他的書 去買他來買畫這樣 這是台灣人畫的就很好看 然後這一部 這部我覺得算是真的很特別喜歡 因為我自己特別喜歡樂團相關的故事 然後這一部就是很標準的 跟樂團人關的故事 台灣的獨立音樂 略略有了解的話 你就會知道他裡面的一些 例如他裡面去的一些地方 或是一些台灣的life house 或是台灣的一些戀團室等等的 然後那裡面也就講到了很多 關於你們長大 關於追逐夢想 你是否到一個年齡層之後 你可能要放棄夢想 或者是 是否該堅持下去 那或者是 你 當你 一起闖蕩的火把 然後你也開始放棄夢想 你知道 那也是有要跟著放棄 或者是你要堅持下去 那我覺得他的故事 其實講這些很單純的東西而已 那 但是就是很好看 我喜歡看這些 有點 貼近人的一些東西 我很喜歡 如果你有偶爾會破我們的Facebook 你會知道這一部作品 算是我 是這一陣子在狂推狂推的一部作品 尼光泛真的是 非常有趣 我覺得他就是很標準的告訴你 漫畫就是要有趣這件事情 他就是做到了非常簡單的一個道理 漫畫就是要有趣 他就是一部在講說 主角一群人 然後他們去地下城打怪 然後 沒飯吃了 沒錢吃飯怎麼辦 那我們就把怪物主來吃吧 然後他們就開始 研究要怎麼吃 要怎麼料理怪物的這些故事 但他料理怪物裡面就是 變成一道菜 然後大廁包這樣 他是很認真的在 把這些怪物設計的 非常完整 這些怪物 他們怎麼生存 怎麼吃飯 然後他們哪些地方 類似哪些地方有什麼 他們會很 他很精細的把這些地方設計好 然後 再把他們怎麼做成料理 然後這些料理可能就是 跟我們生活中有貼近的 把一隻雞的頭 舌的尾巴的怪物 然後把他做成烤雞之類的 你要怎麼做 然後他有地方有趣 他都會把這些 很細節的地方做出來 然後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把世界觀建立得非常非常非常好之後 然後 這樣讓他的人物去跑裡面的 故事的一個 很標準的一個作家這樣 那他的故事也真的不要扭曲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工飯是真的要去看 超級好看 很好笑 然後很輕鬆 然後他是2016年正文的話 真厲害的定用 不 好 下一張應該就是 好 沒可能 沒可能 時間應該也長不少 我們看一下 大家有問題就隨意的發問吧 不好意思 我 我想到問題都幾樣好了 你 你家製要討論的話 你講 討論哪一個作品 你會講討論哪一個作品 你會講討論哪一個作品 想要的哪一個作品 OK 我自己也有玩 你知道嗎 不會 那你要不要用問的然後答案 好好好 老師 叫我A.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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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 A.J. 你覺得華人的動漫產品 你覺得有什麼改遍的地方 像是我覺得華人電玩遊戲 都是武俠武裝戰居多 感覺好像已經快要被弄爛了 好 我們先講為什麼他們都很想要武裝 雖然是有領域跟我們不關 然後就是遊戲的地方不關 那多少人有略略的了解 因為在大陸他們做很多東西會有什麼限制 那做武裝做武俠是最安全的一個辦法 例如說你今天很創新的發明了一個某某某世界 然後幹嘛幹嘛的 但是覺得政府覺得你影射到底什麼東西 怕你就你就不用玩了 所以做武俠做武裝最安全 那為什麼台灣要做武俠做武裝 你別可以看他 我覺得大概就是應該就是這樣 然後他還剛想到說 喔有什麼台灣做台灣或大陸的作品有什麼 比較可以再更進步的地方 其實如果你有看大陸的一些狀況的話 他們其實進步的很快 但是他們的劇情質量跟不上 他們的動畫有一些基本上已經有很好的水準 或者是他們長期在跟一些日本美國合作之下 他們的進步真的非常快 但是他們的劇情水準我覺得還跟不上他們 還跟不上他們的畫動畫的一些品質這樣 那台灣台灣主要是 沒什麼人願意花資金投資在培養人的地方 那也有人在做 但是因為你知道養人 覺得是史上最花錢的一件事情 那你要養 你要作為鼓動畫你可能就要養 你光講原畫你可能就要養五六個 養五六個原畫 然後你一個月給他養多少 那是Shirt Can 然後他就不可能嘛 你要少說三萬 一個月要有十五萬 講養五個號 一個月也要十五萬 然後一樣有畫一萬 有畫後完你還要外包 外包那些 因為動畫太多地方了 有畫後完你還要畫他的動畫 然後你還要做他的一些3D的特效 CG等等的上色 這些不可能你全部能這樣養起來 因為台灣沒有這個基本的產業鏈在做動畫 所以變成說有一些公司 他們就變成說我自己一個人要兼很多工作這樣 所以他們要做一些比較高質量的騙子 比較困難 我覺得可能可以發展出 有一些檔邊作品都還是不錯 但你要發展出一些比較好質量的作品 你的基本人數 就是你光工作的基本人數就不夠了 光是談你台灣現役 就現役就是說 你現在能搬出來真的在做動畫的人 到底有幾個 這些人湊起來 都不一定真的能做一部動畫產品 我覺得台灣主要是還缺乏培養這些做動畫人口 那大部分他們也在養 但是我覺得劇情的水準還沒有那麼好 還有找到一些安全的問題 像是有些政治證據的一些問題 對 對 就是大陸那邊比較麻煩的一些地方 老師還有一個問題 下次你有機會你會影評那個三次元的作品嗎 嗯 就是可能電影類的啊 之類類的 我 有考慮評啦 不過現在還有很多動畫沒有評完 所以我應該會覺得 考慮跟評論 沒有啊 沒有啊 就我想評的動畫 還有很多那種評論 就是 對 然後這就不透露 就是還有很多動畫 就評完 所以可能還有一等動畫再評多一點 再考慮嗎 不過有時候也就一直興起啊 像我之前也沒想過 我啊 我也沒想過我要評那個啊 這不透屁啊 然後我靠完之後就 蛤 我幫他寫評 就不一定啊 有時候搞不好靠哪 不一定覺得不行 難講 像那個 換一個 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壞畫可以 在網上可以多跟Jay 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啊 但是我想到什麼樣的故事 或者是想到什麼樣 以後想創作什麼樣的作品 那作品是什麼樣子之類的 還有說一些 這些AT產業的一些探法之類的 這也可以嗎 你要跟我講大 要講大已經可以 只是我沒有辦法 如果你是說你創作的一些東西 我沒有辦法給你提供太多意見 畢竟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肥宅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不是什麼編輯啊 編劇啊 專家啊 我什麼樣子 我跟你們 大家放學 就是很普通的 剛畢業的一個人 可以比較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Jay 關於剛剛提到說 大概有三 南空的銷量大概要三千 三千的銷量才會要大平 運動化的製作 那可是在目前的商業市場上 有非常多的作品達不到這個數量 對 對 而且絕對是大多數的 對 那在這個狀況下 你會怎麼看 明明作為商業產品 但是卻連 投資了那麼多資金跟人力 結果卻連基本達標都達不到的狀況 他們在製作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允許這樣的結果嗎 嗯 其實 不論做 動畫或做電影 基本上都是高風險產業 所以我覺得 一定多少都會有預估 但是不可能說 你一開始就預估 這部會是黑線作品 像如果你有看上界的話 應該 不是很多人知道 美好的世界線上 祝福可以 應該很少人知道 我自己沒看過人做 我自己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真的是少 只有少數看過 有多多次 一些市場演工非常明顯的人 才能知道 這一波大謊 然後突然就說 原本沒有要拍第二次 然後原本 他還在藍光光碟裡面酸縮 然後這個不然有第二次 奇怪 這個做第二次了 然後這個 這個藍光光碟裡面 這個小早天還伸到他 誒 小心傷悔人一下 又傷悔人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到底 就我剛剛講 因為你不可能去 完全的了解 觀眾到底想要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很難受 就像是電影一樣 電影就是一個 誰能知道台角旗號 會是台灣最賣的作品 不可能有人知道 所以 這種高風險產業 賭博的人 可能就會比較多 那他們就可能願意去 做這個品質 而且 因為有一些作品 他雖然賣得不好 但他也不一定說 他有可能 他的 因為一部作品不會說 只有金剛里做的 就只有金剛里投資 也就是說 一部作品可能會有他的 創設投資 然後動畫公司投資 然後音樂公司投資 音樂公司可能就是 賣他的唱片 像Lentis Lentis就是做Live Lentis他就是很常 他也是很常投資動畫 他也是很常投資的 一間音樂公司 這樣 那 那其他的地方 例如說 一部動畫賣的 Lentis可能賣不好 但他其他的周邊 有賣得很好 例如 例如他的小說 銷量半好幾倍 基本上 你只要小說改編 動畫 銷量都可以半好幾倍 那所以 出版社 基本上就是 沒問題 然後 音樂公司也有可能賺到 音樂公司 很多音樂公司也就是 就例如說這部動畫 例如說 例如說 夏洛克的動畫 他的歌還是很好聽 當然就是 夏洛克的動畫 我沒有在你廁所 我好喜歡 我的馬子是真愛 我的馬子是真愛 他們可能 從不同地方獲利 但是 動畫公司可能 主要獲利就是 南光光疊 那他可能 南光就沒有賣得那麼好 動畫公司可能很虧 但是其他公司是賺的 所以有時候不一定 只有 不一定 應該說 南光光疊代表公司不賺錢 製作動畫公司不賺錢 但是其他公司都不一樣 像是 有一些作品 他的小說就發動之類 像 像 Jump的戰術 排球少年 Jump會有保持 然後 排球少年的 浪化 好像 因為動畫畫之後 翻得 不用費 所以奇怪 我真的不知道 不然就很誇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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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數字 所以 這些 不一定說 你的南光賣不好 就不會再有人去投資 做這個作品 有可能他的其他地方賣得很好 不能 沒有 就我們不確定一樣 請問一下 你錄動畫這段 可能是有什麼原因嗎 然後開始做的動畫 你明明就有什麼奇蹟 我錄坑其實也就是 我一年暑假是打慶賞的 就很閒 然後 他們就說 就有點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 我們就說 要不要看動畫 然後我就說 有什麼東西好看 然後 他就給我看 你不叫刀劍神 然後 我看了一下 他還有什麼 那 因為我有看 衛武裝美 欸 衛武裝美 要衛武裝美 然後 我就想說 動畫好像有蠻多東西可以看 因為我比較喜歡看電影 聽音樂 然後玩遊戲之類 然後 就 翻一翻動畫 翻那一部 唉唷 叫龍與虎 龍與虎 感覺很像 趕慢啊 打鬥的 龍與虎 打鬥的 結果 媽的竟然是一部小元戀愛中 然後 就是這一部動畫 讓我知道 有沒有動畫這麼好看 然後 一部動畫跟 然後 會寫 你們說的話 主要是 我有朋友 就是 主要我那個時候就在聊 Psycho Pass 然後就講了一種感想 然後他就覺得 我講的蠻特別的 他就說 我覺得他覺得我可以去寫五評這樣 然後我就 去巴哈姆克的 Psycho Pass版 然後就 巴巴巴巴巴巴 然後 然後突然覺得 好像還不錯喔 然後後來大概在快畢業前是吧 大概在我去年畢業了 然後去年四月開始 我就覺得巴巴巴現在有空 然後 然後我看一下 網路上也很多人在做這些配合 我就收一些期待 我也來做都看好了 反正我也那麼喜歡動畫 我就來做好了 來做 有問題嗎 有 請問一下 想問一下 對於 ACG的未來 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例如旨本呢 ACG會發展怎麼樣 大陸的ACG 發展會怎麼樣 還有西方的ACG發展會怎麼樣 之類的 未來 你們在考試嘛 我在習慣了 我只是死了 我就跟各位看法歸呢 我的看法也不在說什麼 我只是磨返看法 未來的ACG 我覺得歐美來說 歐美的ACG 會越來越趨勁於電影 應該說他們會越來越冷和 就像是如果你有玩過一款遊戲 就叫做最后生还准的话 它就是一部非常非常电影式的一部游戏 那如果你有看最近的范威 吉普利也没有电影 那吉普利在日本的动画界 就等于一般人看迪士尼一样 他就是你 他的吉普利的电影 如果你有去查一些日本电影票房的话 吉普利的电影也都是榜占网民的 所以就是非常夸张的注意 那我们就讲一般的 他们一般 生夜动画的 我们讲生夜动画剧场办 他们的票房也不会说太好 就主要就是生夜动画 他们的客群本来就比较小 我们一般看的这些 这些进阶区人呐呐呐的 这些基本上都会 日本都通常都称为生夜动画 他们就在晚上大概十一二点以后才开始活 如果你稍微查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这件事 那这些作品 他会比较给小众的观众会看的 所以他们的票房自然不会是太好 像西田首还有其他之名 现在近年有心态的他们动画电影 他们票房都不会比电视节目的剧场版高 对对对对 电视节目因为一般日剧啊 电视节目非常坏的指数啊 比如说这些日剧电影 日剧啊他们都有比较大的基本客群 但是像西田首跟星海城啊 他们的基本客群就会比较少一点 那我主要是就是刚讲啊 动画电影在这个比较之下 在跟日剧的比较之下会稍微 观看的客人 那个人口有什么 我说这些电视节目也包含 一些像柯南 小新这类的动画 柯南小新这类的动画 柯南小新这类的因为他是 他是那个 他是那个 呃 国民班 国民班也就是刚刚我们讲深夜动画吧 国民班基本上就是在晚上六七点 大家爸爸妈妈 七段还都跟爸爸妈妈一起看 罗拉耶梦啊 这类的所以 他们的收看人口也跟一般的深夜动画 那些相别 不是一般可以 好我想请问就是 你做影片的时候 你的剧本 你构思不足 然后就是 你会往哪一个方向去想 就是对来说做影片 幽默跟搞笑是必要的吗 而且我想请问 你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什么样的影片 嗯 我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 就是 该讲的话都要讲 就是我想讲的话都要讲的一个 就是 我觉得这是我给我自己一个 最简单的要求 我心里有什么感觉 我就要 想尽办法把它讲出来 例如说 我对一部动画的多感动 我就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些感动的字画 把它给大家出来 然后就是如果 这部作品有很多 很特别 或者他制作上有很有趣的地方 那我一定有把这件事情 讲给大家 就是我 我就是一个 很爱讲自己一些 本文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自己 反正 因为如果你有 常看我的演讲的话 你会发现 我不一定每一支都会一样 我每一支都会 略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 例如说这一支 讲很多制作面的东西 另一支 可能 连导演是谁我都没有讲到 然后有可能连一支 只讲了一些单纯的一些 对剧情的一些感想 那我觉得 并不是因为我想要 想说 我搞个新系列 新的风格 我也不是想这样 我只是觉得 我既然 我看完当下的感觉 是什么 我就想要 把什么事情讲出来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 你要问我 我每一次一定会 特别想要往 讲到什么东西 或什么方向走 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 就是 我每一次 习近平衡的时候 我 都是看完 然后我有个感觉 然后大概知道 我该一直 才会知道想要 所以 我不会说 我看之前 我就知道 谢谢 我讲一下 所以 你就是什么学校 什么系统 那你在学校 小学校 你手上的动画 你这方面 有丝毫的影响 还是纯粹 你这个作戏 去 我是世兴大学 从头管理事业 我是去年 去年才毕业了 严毕的 非常没有用的一个学长 然后 我觉得 有 我觉得我这个科系 是对我来说 蛮有帮助的一个科系 因为我的科系 主要就是 就是 在讲 例如说 你拍一部电影 你拍一部电影 谁来帮你卖 那 我们就是半点 帮你卖电影 我们的职位 就是这个样子 那 所以我对于 这也刚好有一点点 我个人的兴趣 就是 我喜欢去研究一些东西 怎么赚钱 例如这些动画 怎么赚钱 然后我们是 例如说 这个音乐串流 Spotify KKBOX 他们怎么赚钱 或者是Amazon 或者是Netflix 这些平台 他们怎么赚钱 我也好奇一点就是这些东西 那这些行销的一些观念 金流的一些观念 可能 对应到我的一些 这个科系上 刚好真的很适合 所以我在读这个科系的时候 算是读的还蛮愉快 然后 那 全部类有 科系的重点就是 它会对 对你的影视的教育 比较有 比较对你有一些影视方面的教育 那 所以你就会了解一些 兴趣的一些事情 等等等等 那我觉得 还有一些 不同角度的看法 你会比较能跳脱在不同的角度 看不同的角度 看一个东西的不同面向 那我觉得 这对作为 或是身为一个人 或者是 各方面来说 我觉得 能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是一件 我觉得蛮好的一点 不一定真的好 但是 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 一件事情这样子 那请问一下 你现在做的事情 是你的工作 是你的工作 还是另外 工作之外的兴趣 你说品贵之物 他现在已经渐渐变成了工作 就是 正在 算是一个转换 就是 以前看来 还是要靠别的工作 来赚 那 现在是 渐渐有 比较 有收入 往从这边来 那 比重也开始越放越重 就是 可能 之后未来 反正应该 应该 应该今年内 应该可以变成犬词 那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 那你刚回答我 我认识一下 我的问题 不关系 你好 没有就是也会很大事 你刚才讲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 你会看一些 比较冷门的作品 就是 比较说 2000年以前的作品 2000年以前的作品 你会只看过 是 是 是 我真的 看2000年以前的作品 那是什么 对 因为我只是想说 我想要推一下 如果我认识可能 之后 那 如果 如果你们要推开呢 或是你刚看到 四月星班介绍 为什么没有那一部作品 然后你要来说 欢迎 真的 你可以欢迎 来骂 那些 那你刚刚提到 现在的目标 是要成为全职的运动 那你对现在 这个全职的YouTuber 是想像的 想像的 想像 对 因为你现在还不是 相信 什么 你都想像 你都不知道 玩 玩 电玩的YouTuber 他们就是 玩电玩 然后 结婚商 然后 酸麦卡贝 我 我不知道 做饮瓶类的 其实我不知道 做饮瓶类的道理 有没有人在这么专程 因为我也 像是超力帮 他算是 目前做饮 算是 真的特别大的 然后 请问一下 你跟超力帮 有没有武斗 我相信 往路也合理 嗯 我会去他 他们留言啦 偶尔 他也来留我 所以我不太知道 因为我的 因为我在大陆 没有做 我佛林平是放在 VB跟YouTube 两个地方 那我接到比较多工作 基本上都来自于VB的 那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 在台湾的YouTube 知道我们要 到多少人口 才能赚到钱 才能赚到多少钱 所以我对 台湾的引评 到底他们的收入 这些钱 这些方面 其实我 所以应该说 我这也是台湾的引评 但是来自台湾的收入 到底 多少钱 其实这方面有变量 没有什么概念 然后像古阿末 他已经跟我们 不太一样的感觉了 他可以接很多种类型 他可以接的狗包 范畴很大 那基本上 他应该 全都会玩腰包 我知道 所以古阿末 他有评论 日本动画 这样的可以提示的 哦 什么 我没有看过他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那武士代购 不是算台湾的 哦 他 他是啊 但是我说 诶 又 他 不是很多 所以 如果只有武士代购的话 我基本上 我还在外边 但是因为 大后面就来的 比较多 比较多广告给我们做 那我们就有 比较好的收入 那武士代购这边就是 就是当 纯粹当美中前而已 那我们再开放两个问题 那我们再开放两个问题 就是从 做一个影评的影片 从零开始到完成是 需要大概多久时间 然后里面的细节 有分别是什么 写稿 写稿 写稿一定是第一件事 但写稿是最难最难最难 我觉得 我个人 我不知道其他影响 但我个人觉得最难 就是写稿 因为我写稿 不知道我会写 多久 我通常都会给自己整天 但通常都会华人整天 然后 像是 如果你有看过 我写 广安国青春恋爱群稿 做那一副影评 那一副影评 我写了三个礼拜吧 就是 纯文字不夹写 你直接入面什么 只写就写三个礼拜 那我也不是说 我每天都在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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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回一样 整个礼拜 然后打完口 所以有时候 写稿是 因为写稿的时间难以 定理 就是难抓 写稿到底要写多久 所以 写稿是我觉得最麻烦 那要写什么 这些都是看每个人 你想要 只要为这部动画表达一些 你想要表达你的心理的看法 或是想要 只要剪辑的这部作品 给大家去看而已 这个就是看每个人 然后 录音的话 比较强的话 或是比较卖力的话 像刚刚那一部 还算很卖力 就是要大喊 那什么的 那可能就要 两到三个小时 而且它比较长 那如果 一般的话 不会太长的话 可能就是 一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 再加自己 对对对 然后 那剪片的话 剪片大概是 一分钟的影片 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去剪 那所以如果 剪了八个小时的影片 那我们就花了八个小时再剪 大概是 大概可以 可以 所以还有 那就是 你现在在最后这些特幻 现在主要是用短路感染 对 那你大概是没有在电视 嗯 很少 那你会觉得 那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产业吗 都没有讲不好 或是把你的电视 或者是 不管是电视 的影片 都可以 是电视文化的 因为说未来 他们都会有 更 随选的一个 形式会出现 因为 随选 就是 例如说 看Face 如果你要过一个电视 有一个串流平台的话 它就是 你可以上去 随时的电视 然后看一个电视 那我觉得未来 一个 随选的 这些串流平台 会越来越难 那这些平台 也基本上 可以接到电视上 那所以可能会变 未来的电视 在看这些串流的网站 那 电视的网站 跟电视台 那些 直接搜寻号 到电视的频道 那可能 变成说双向都要接触 比方说现在 你不会看到任何一个 报章媒体 没有Facebook的人 包括日报也好 中国视报也好 因为这个 产业在转强 你就要跟着去做准备 那我们的 未来这种随选的串流 会变成其中一种属丝 那我觉得 我回答这问题 还蛮奇怪 跟我为什么 这个分析的样子 好啦 问题 那 那 这些东西 如果打工的话 他们这些东西 他们 准备上 有个形式来找到 动画要怎么透过 网路的形式来赚钱 如果你可以 你可以稍微去查一下 没有 我纯粹是 不抗路的 我就去买它 对 如果上财资的话 例如 BB 他这个网站 他每一期都会买进 新的动画版权 那他买版权 他是有买版权的 那他一直动画 可能就要 可能300多万台币上加 一起动画 那这个人就快要打平一起动画 一直动画 那 所以他 而且他只卖一个平台 他可以卖给大陆很多平台 甚至不讲大陆 欧美 欧美也可以卖 他也可以卖给欧美 那你看台湾 你看那个 巴哈姆特 巴哈姆特也看得到 日本动画 现在 巴哈姆特也有跟 购买版权 那他可以从这些购买版权 那这些购买的串流平台呢 那这些购买的串流平台呢 就是要在这些广告前面插广告 让我们来看广告这样子 或是付费来观看之一 所以不是做的都找完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AJ 我们讲了 准备了那么多 然后讲了很多的 花了很多的时间 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 好 所以我们现在 有一张 感谢壮与要翻发给AJ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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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现在要请带来一起大台 一起来我们要一张大喝酒